离鬼身边有一个谋士叫做梁硕 梁硕这个人就是那天晚上 和大家一起拥立离鬼为盟主的 那一堆人当中的一个 这个人富有才略 很聪明 他一直是离鬼身边的一个重要的谋臣 而这个梁硕呀 一直有一个心病 怎么回事呢 他就觉得这个离鬼身边这么多的胡人和突厥人 这不是回事啊 所以他经常的提醒离鬼 您可千万得小心这帮的人 他这样一来二去老这么说 结果就引发了离鬼身边那些胡人的不满 其中最主要的是谁呢 就是离鬼身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大臣 叫做安修仁 安修仁的职务是户部尚属 他也是离鬼所信赖的大臣 对于梁硕这样 接二连三的在离鬼面前点眼药 这个安修仁呢 对此啊 是恨之入骨 安修仁这个姓氏 你一听你就知道 他就是胡人 你整天在这个离鬼面前说胡人的坏话 那你想 那安修仁心里头他能乐意吗 所以啊 他这个心里头就非常非常的不满 他就要找机会想整这个梁硕 刚巧这个时候梁硕又得罪了一个大人物 谁呢 得罪了离鬼的儿子 这个离鬼的儿子有一次啊 去梁硕那看望他 结果梁硕也不知道脑子是怎么短路 离鬼的儿子进来的时候 梁硕呀 没有站起来迎接 你要知道 在那个非常重视礼节的年代里头 你有这样的一个举措 那当然让当事人非常的不高兴啊 所以离鬼的儿子下来之后 也对这个梁硕心怀不满 结果好了 安修仁知道此事之后 就跟离鬼的儿子两个人连起手来了 连起手干什么呢 构陷这个梁硕 他天天在离鬼面前说 说这个梁硕不是个东西 说这个梁硕勾结外敌 要图谋于您 再加上这个离鬼的儿子 也在旁边旁敲侧击 这样子三人成虎啊 最后啊 你来我去的最后就把 这个离鬼给说动 离鬼真的以为 说是这个梁硕要不忠于自己 因此他最后下了道命令 命令安修仁带着毒药去找梁硕 结果把梁硕在他自己的府中 赐自尽让梁硕服毒自杀了 您要知道梁硕这一死啊 使得很多的矛盾就得以爆发了 怎么呢 就原来啊 大家一块儿共同举兵打天下的时候 大家是同仇敌抗 可是梁硕这一死 让离鬼身边的那些老朋友 他的那些旧部下们 心理上都受到了极大的这个冲击 你要知道原来离鬼 是我们共同拥立的 都是我们的朋友 对不对 结果现在他们发现 这个朋友 这个老上级 现在变得是越来越不可接近了 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尤其是你说梁硕 梁硕为什么而死 无非就是在你面前提了点意见 结果就为这点事 竟然把他给杀了 所以很多人有那种 唇亡齿寒的那种感觉 这下子离鬼的统治集团里边 就算是出现了裂缝 这下子离鬼的统治集团里边